我刚讲的专益新闻 他们都会选择很多题材 然后 经练到一个重要的元素就出去了 他不会写的拉哩拉扎 这是新闻的工作 那公民新闻到底 有办法做到类似的东西吗 所以 到底群众的智慧 或者在地的智慧怎么办法 透过这种公民新闻 能够把它提练出来吗 其实 我刚刚举那个书林 因为他是护理师嘛 护理师我刚刚举个例子是说 我们公民记者 真的就比一般的专业记者 还没有专业嘛 我他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各位 医药 台湾各报社的医药记者 他是学什么的 你猜 因为这里很多医药背景的 他学什么 学记者的 学新闻的 很多都连学新闻都不是 当然好专学新闻 我们学入传播科 他至少一定不是 你是吗 没有 我跟他打招呼 至少 他们绝对不是学医疗 你居然没有看到 一所好医生或护士 去当记者的吗 没有啊 所以当 你注意看 问那些现在跑二十年的医药记者 他说我对手学中文系的 他是在跑新闻的过程中才建立对医药的知识 可是那也不是真的专业喔 他是尝试 他很丰富的尝试 那假设今天 因为今天那个树林 他就开始中文跑医药记者新闻了 他的专业可能专业度 他只要训练一点文字的叙述能力以外 他就比 几乎所有的医药记者还更专业喔 而且他可以找到 中文有的医生 他知道哪些医生是比较厉害的 应该问哪个权威的 他可以找到很多 他知道的资讯在哪里 写的新闻 他甚至知道一些新闻的 弊端喔 才会被他揭秘的话 所以他只是一个 他今天就说他已经不转行去跑新闻 他马上就比 目前现在所有的公民 医药记者都更厉害啊 所以显然 在网络时代 那时代出现的时候 即使啊 这种所谓专业记者 的界线也摸不掉 而且我的危机也蛮大的 那很多人讲说 可是我连医药也都没有这个背景啊 没有什么特别背景 难道我可以 在所谓的群众智慧 扮演什么角色吗 可以 我再举两个例子 有一个专利权的 这个故事是说 有一家公司 他想要知道 因为他是负责 也不是负责 他是政府单位专利 很多人申请专利 那申请专利 他要审核 对不对 他审核专利 他透过民众的帮忙 什么帮忙 民众也不懂专利啊 可是他的办法是说 你去帮我找说 他就把这个专利的 再等一下申请的部分公布 然后再去网友看 然后网友去帮他找说 有没有人以前申请过类型的专利 因为 网友很多各行各地 他可能马上去搜索 了解这方面的资讯 他马上去找到 发现没有 没有的话 他对他的专利的审查 就比较容易知道 确定 这是真的新的专利 这种做法 那在英国 美国 我们知道一字小语言 肉油事件 有个肉油事件 他肉油的时候 后来他就造成污染 有些人都是在 明明在海上 到处漂流 那有一个方法是 把他体验起来 把他抽起来 可是 美国的石油公司 他依然有问题 他抽油的时候 这个 到 因为他是在阿拉斯加北边 很冷 有一道 海面上 一道遇到冷空气的时候 他最敏捷 他都很难抽 他都没法再抽完 结果他怎么办呢 在公司他用一个方法 他 他就公开询问 谁有办法 我就讲已经5万美金了 只要提出办法 我就给他5万美金 那帮助我去做这个事情 把他可以抽出来 然后也不会困难 结果是一个 谁提出来的想法 一个做水泥工 他完全不懂石油 他有水泥 他水泥工 为什么他会用呢 因为水泥 他们在做水泥 用的时候他 水泥就一直打 一直转动的话 他就不会拧结 他把这个方法 用在这个 抽石油 漏油的方法上 果然 就在抽的过程 一直在把它转动 他自然就不会拧结 那就可以抽起来 他是一个完全外行 这石油业的外行 他就拿到这5万美金 一个奖金 解决了 这5万美金非常的便宜 如果对一个石油公司 他去把这个漏油 抽出来 完全的都抽出来 然后 他省了很多力气啊 所以 其实 网路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 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不是说你一定要只有专业的 他还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现在在网路最多的连结 知识的网路 而且他 不是用删去法 我常常讲一件事情 我们先做报纸 我们做报纸是怎样 先筛选再出版 各位知道吧 我一个报纸 一个版五千字 那我记者来的大概等二十几天 可能一万字以上 那我就三真真来丢掉 或者 原来八百字 被用五百字 然后才印出来 就筛选后出版 可是在网路时代不是 网路时代是出版了以后 在筛选 又说我在脸书画面有一个讯息 讯息出来之后 他被怎么筛选 浏览率 点阅率 很多点阅他就会 也是被看到 被看到以后 就变成浮游媒体的报纸 那时候 参选过后 才是另外一个新闻的资讯 所以 在网路时代 其实都 每个人都已经发言了 出版了 只是透过怎样的一个方式 让更多人看到 所以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是全包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重点是怎么 去把它播映出来 那所以我现在在网路时代 我们的资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就要去买书 听演讲 去看报纸 可是现在 很多知识是主动来的 很多 就是我刚刚讲的 石油 肉油 事件 我想搜寻这个事情 我就去搜寻 肉油事件 Google 把它就帮你找出来 所有的 以前的报道 这是主动去找 另外一个是社群 就是脸书 你的朋友 他分享了一个新闻 你就知道 其实这已经变成 现在可以说很多人的 新闻的来源 那所以网路世界的规则 我们现在谈这些问题 都要让各位先了解一下说 公民智库到底 他在这种的环境下 他可以 未来可以做什么 那其实网路世界的规则 真的是很特别 一切又平等 因为又说一个匿名的谁 我最近不是这个新闻吗 一个群创的一个 呃员工 梁小花 梁小花 他22k 他呛了一个国财 老板 他是高职生毕业 网路头还要拼 他呛就让他没有面子 对不对 即使人都搜索又怎么样 他还是 即使公司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就说 会保障他的工作权 当然 这个其实对他是不好 不过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网路世界真的 几乎每个都一样 包括我们的新闻也是一样 以前你买一份报纸 你就说 这个头版新闻你买 就买整份 你不会说 我只要头版这一把剪下来 对不对 一定买整份 十块钱 就是网路 对不起 一则新闻 你看的就是一则新闻 你不会看了那一整个网页 网站的所有新闻 给进去就是那一则新闻 看完之后你就走了 所以我们的资讯是一则而已 一则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说没有什么首页 现在那则新闻就是你的首页 你进去看那就是你的首页 看完之后就走了 那有什么 假设我们新闻口网站的首页是长这样子 然后你说喔 我要去看 去找新闻 这种的方法越来越少 大部分都是通过脸书分享 谁分享一些资讯 或是或是去Google搜寻一些资讯 都进去去了解 那群众智慧在网络西 我刚刚讲的 它是已经可以产生很多的一个工作 那我接下来讲这个五组织的组织 各位可能会觉得 这个很难去想一下会理解 可是我们最近刚发生的什么 太阳花学院 太阳花学院就是五组织的组织 它是真的是网路世代的人才做得出来 所以说网路世代他们主要的资讯网路 还有他们开会的形式呢 都是五组织的 那还是很抽象 那我跟各位讲 例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有三十几位 我们开会 我们这些人都可能负责不同代表 我是太阳花学院的 然后就可能是代表台大的 城大的 或交大的 NGO的 哪一个律师的 来开会 大家都平等 我刚刚讲大家都一样 一样大喔 大家开会 开会谁同意谁不同意都一样 然后呢 下次开会 对不起 可能都不同了 可是换了 换了十个人都不一样 换别人来 所以 他们都要变形种子 他每次 不是说我们固定到我们的形式的组织 一定固定这些人来开会 而是做不同的 重点是什么 开完会的时候 等于分工就结束了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就已经分工了 因为他等于在确认说我要做什么事情 开会就是在确认我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确认完之后就已经分工结束 所以不需要有谁 只会说 喔 好 这个工作请你做 跟谁做 不需要 他开完会之后就结束了 这种没有组织的组织 运作非常强 很多人以为是 林非凡跟陈伟廷他们在主持 主持吗 不是 其实他们多半都不讲话 为什么 因为他们等着指示 他们开完会之后 他只要照他们的会议决定来做就好 基本上他们不是他们在主持这个会议 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灵魂的物 在台面上是这样子 而事实上未平 那当然网路社会是不确定的 充满不确定的 讲到这部分我就跟各位先了解一下 就是太阳化学运 这是刚刚最近公布的 一个创世纪的 他就像电视台的一个 你也生调查 搜索区调查东西一样 他做网路的搜索盘 调查牌 他做了三月份的这个 到底谁站上三月宝座 就网路的流量 在太阳化学运 非常的金额 做了很多改变 各位看来 这是直接到创世纪的网站上 直接看到最完整的 这个报告 各位可能看这个不要复杂 我就跟各位简单讲一下 这是台湾所有的 2014年间三月跟去年三月的 那个新闻的点阅率 网路点阅率的流量 你注意看喔 总的这个访问者 其实几乎没有增加 这一帕而已 增加一帕 其实不多 然后其他的有 他有平均啊 每天啊 等等的几分钟的 其实你就看有的减少 正在减少 这个部分我就跳过去 好 前十名 2014年的前十名的网站 第一名 几乎永远都是雅虎 雅虎都是第一名 他是流量最高的 然后就是那个 Google 臉書 这几乎都前三名 你会发现 雅虎 跟到臉書 就加了几乎占了多少 超过一半啊 下面都你看到第四名 微软就变22 他也是有单位的 差太多了 后面起来加起来 都不如前三名加起来 全部 这大概占了大概甚至三左右 这样的一个大的 他们的大者 人大是我目的一个现实 那我跟各位看的是这个 他特别做了这个 独立媒体网站 在三月学运的时候流量的影响 这很有趣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男生那一个 年轻人他们最常用的是PTT 其实他也算一个媒体 广义的媒体 可是基本上我们一般 不会把它当作新闻媒体 所以他流量是很高的 他到了 学院的三月的时候 最右边他是三月 他在窗里也很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下面那一条是 算是 踏杯色 还紫色 紫色一线 那是关键评论 有一个关键评论 哇他是一种 关键评论不是新闻网站 他不是让我们像我们信头客 每天发一个新闻 他是评论 有观点 每一则新闻都有观点 那 跑得很高 已经快追上那个PTT了 那么高 那么厉害 而且他成立哪时候 他是八月 去年六月才成立而已 六月到现在不到一年 他已经冲那么高 他每天只有几则新闻 这每则评论大概十几则 不多 我们信头客新闻已经不多了 但是我们至少三四十则 他只有十几则 就可以冲那么高 第三个绿色的就是新闻网 我们修论在这段时间也是冲很高 大概第三名 那下面有一个紫色的 那个 这才紫色 刚刚那个是咖啡色 那我们下面那一个是 有个疯传的 你各位听过 最近刚出来 他也是才二二三月才出来 他因为血液的关系冲很高 下面就有一个 这个比较浅的这个褐色的这个 是 应该是上下游市集 各位知道上下游市集的一个 他因为他跟血液比较没有其实相关 你可以发现他变化不大 刚刚变化很大都跟血液有关 他是热门议题的时候 他都油量都冲往他 那下面一个是苦劳网 来自那个苦劳网 他就是影响 他后来有高一点点 但是就高了有限 这是一个数字 那这是另外一个网站排名 各位看一下 这是一个X